其实跟男人在一起相处 真的特别简单 我就根据身边这些高段位的 这些选手的一些日常 总结了这几点 你们只需要掌握这几点 就基本上掌握了黄金法则 信手拈来的让他为你神魂颠倒 没什么太大问题 第一点来说的话 就是跟他说话的时候 你就开开心心的那种 你想他的时候 你就过去跟他撒个娇 不想他的时候 你就做好你自己的事情 不用去理他 没有执念 对吧 没有条条框框 第二点 任性 骄纵一点都没有关系 只要他认为你是通情达理的 就可以了 有需求的时候 你就大大方方的讲出来 不要当个老妈子 不要一天到晚就啰啰嗦嗦的 好吧 第三点 多让他帮你去做点事情 比如说 你就可以让他帮你去点个咖啡 点个下午茶 点个午餐 陪你去一下医院 帮你解决一些工作上的一些事情 你要让他有一种被需要的感觉 第四点 当男人为你付出的时候 尽量的回馈他满满的情绪价值 当一个男人为你花了钱之后 他想要得到的未必是同等价格的一件礼物 而是你对他的一种夸赞 你的感激 你的欣喜 还有你的那种满足 第五点 聊天公事 这个大家一定要牢记 倾听加共行加好奇加欣赏 等于男人滔滔不绝的讲下去 只要他特别喜欢跟你聊天 他就能跟你越走越近 越来越离不开你 第六点 如果一个男人对你动了真心 燃起了他的保护欲和征服欲的话 他绝对会有物质上的付出的 管你要不要 他会先送再说 明白了吗